不管你有錢還是沒錢 只要你今年打算買樓 這三件事千萬不要做 如果你做了 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完之後覺得我說的是真心話 麻煩你們點個讚 沒有買那種遠低於市場價的樓 你信不信天下只有賣錯樓的人 沒有說賣錯樓的開發商 每一個城市都有這樣的項目 已經爛尾了很多年 但是售樓部還在開門營業 無論訊息有多發達 總有人懵懵地跳下去 或者開發商用那種沒有底線的承諾 來引誘你購買 一旦你買了 十年可能都回不了新的朋友 此時此刻我都生我自己 為何不放 不可以讓作品給更多即將入坑的人看到 有緣看到的你 幫手點讚加以一下 第二個 一切以反租包租委託經營為賣點的產品 都沒有賣 你相信我 佛山這個市場好 產品不愁賣 但凡是這樣賣的都有你不知道的秘密 但每天上車這種產品的人還特別多 特別是40歲左右有些錢的小姐姐 第三點就是關於賣樓 但凡你今年不是特別急錢用 佛山今年臨廣板塊都沒有賣樓 那些勸你賣了一套樓 去炒幣 炒股票的 直接拉黑 少些接觸 其他城市我不敢說 佛山這個城市還是好賺 從現在開始 你再持有兩三年 結果就會不一樣 我是老林 要買房 問問我